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怎么会这样呢 我的怪女 我的怪女儿一向是很让我骄傲的 怎么会这样呢 睡不着啊 我是在担心 万一友善要是有个什么事 那我怎么跟程薇交代 程薇我答应她会照顾好孩子的 这跟程薇有什么关系 友善跟程薇一点关系都没有 可是 友善是我们的孩子 你放心 友善一定会回到我们身边的 她只不过是一时糊涂 被爱情冲回了头脑罢了 你看到没有 像这样的全家福 我们以后还要拍很多很多张呢 我们还得一年一年的拍下去 一年一年的幸福下去 会不会是友善啊 我来接 我来接啊 喂 怎么是你 来来来 拥抱一下姐姐 拥抱一下 是 太长时间不联系 是有些生疏啊 不过也没关系 我回来了 我回来之后啊 以后每天都跟你一起干 来个打打丁吧 行了 少跟我说这些没用的 你说吧 回来干什么 不是说好了吗 你不再打扰我的生活 你也清楚你姐夫的脾气 他看到你 不会给你好脸色的 姐 不需要这样吧 我 我回来就是想看看你们 你看你这个态度 姐姐 你看我 你看我 我现在是个正经人 我在做点正经生意 人力中介你知道吗 我开了一个人力中介公司 这个中介公司啊 就是把那些背井离乡的农民工啊 收了起来 然后呢 帮助他们在城里找到工作 然后呢 他们赚到钱之后呢 就可以回老家娶媳妇盖房子 你不觉得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啊 这么多年过去了 你还是没有变啊 撒谎的时候 还是喜欢把手插在口袋里 姐 你说你都这把年纪了 怎么还不务正业呀 坦白说吧 你回来是不是为了孩子啊 姐 你看您现在说话还是那个 那个 他好吗 我听说他找我 他想完容之后啊 变得特别漂亮 你现在关心他起来了 那你当初为什么要抛弃他 我没有抛弃他姐姐 我 当时在医院里您也看到了 他刚生出来的时候那个样子 我当时确实没有能力照顾他嘛 我把他留给你 我是希望他以后的生活能变得好一点 总比跟着我强吧 他再丑也是你的孩子 我想不到你那么狠心 竟然狠心地抛下了他 那你现在回来干什么 好好好 姐 不要多想了啊 我这次回来不是来跟你抢孩子的 好吧 毕竟是自己的孩子嘛 我这次回来也很想见见他 不行 我告诉你 这么多年 他已经成为我的心头肉了 我不能因为你的出现而去伤害他 他现在过得很好 非常的好 姐 我求求你 让我见他一面好不好 好不好 就算我不让他认我当爸爸 那我当他舅舅好不好 你 好 孙小姐今天确定没有进股公司 她从昨天跟董事长开完会之后 就把合同大会去做最后的审查整理 到现在还联络不上 总经理 金董事长打电话过来 说马上就要到了 但是我们的合约还没出来 无法进行签约呀 我刚刚在电脑里 仔细查过合约档案 有草稿 但是现在做合约修改 已经来不及了 我怕草税签约 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怎么会这样 你们打电话给他没有 手机跟家里电话都没有人接 他不是这么不负责任的人 他知道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会不会是昨天晚上 让他签完约就离开 他心里不高兴 故意耍手段要将我们一军 亮亮 你跟我的小金家去看看 小陈 你跟天美留下来等金董 奶奶 你留下来陪金董事长聊天 尽量争取时间 好 记住 有什么情况要加强联络 如果我不方便接电话 就找天美和小陈说 是 亮亮 我们走 好 董事长 我去看看金董来了没有 天美啊 拿我的手机 给小金打个电话 也许他愿意接呢 哦 你想吃饭 奶奶 还是没有人接 他 会不会出什么事情了 不知道 不过我感觉到 不会是什么好事 董事长 金董事长到了 他一定是没吃完药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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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糟了 一定的药 他一定是没吃完药 就晕倒了 叫救护车 快点 小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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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醒了 你怎么会晕倒的呢 糟了 经理的签约时间到了 哎呀不好意思啊 我耽误你们了 你到底怎么了 快快快 现在赶过去 时间应该还来得及 小金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 我不小心晕倒了 来 你等我一下 我来我来 你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要吃这些药 总经理 小金吃药是因为他 亮亮 不许你说 为什么 你有什么事情不能让我知道 总经理 其实我早就想要跟你说了 是小金他一直不让我说 够了 现在什么都不重要 先去把签约的事情处理了好吗 这是眼前最重要的事情 难道不是吗 我们努力这么久 就为了这份合约吗 你们到底还要耽误到什么时候啊 到底怎么回事 我现在就要知道 亮亮 小金他不说你来说 总经理 其实小金他已经得了亮亮 小金啊 小爷 算我求你了好不好 先去签约 如果现在不去 奶奶一定会认为 是我在故意拖延时间的 他会怪我的 我求你了 走吧 如果你想知道什么 等今天回来 我全都告诉你 好吗 好 我们先去监狱 小金 你的身体 支撑得住吗 没问题 赶快走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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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董事长 你们要不要再喝点咖啡啊 我帮你去煮 不喝了 再喝我就醉了 这又不是酒怎么会醉啊 金董的意思是人家已经喝得够多了 哎呀 张董事长 我和王律师今天来贵公司 就是要把合约敲定了 虽然记者会在明天动土结束以后才开始 但是这么大的一个合作案 今天一大早就有好多记者追着我的屁股问签约的事情 这个我知道 严格呢是非常重视这个开发案的 可是我跟王律师已经来了半个多钟头了 我是既没有见到严总经理 也没有见到小金 更没有见到合同 金董事长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合作案 所以呢 在合约的拟定上呢 就格外小心 生怕有什么纰漏 严格和孙小金已经在路上了 所以就请金董二位 再稍等一下 这个合约不是早已经商量好的吗 怎么 难道贵公司又有什么其他的想法 那 如果是这样 那我看 金董 小金啊 你怎么才来呀 我还以为你们要放弃这次签约呢 怎么会呢 金董真的不好意思 昨天晚上我为了慎重起见 把所有合同又重新整理了一遍 到快天亮才去睡觉 要不是严总今天早上把我叫醒 我到现在还在睡觉呢 开什么玩笑 你怎么会犯这种错误呢 要换那个小秘书的话 我还信 换做你 好了 人也来了 合约也来了 我们就正式签约吧 金董 这是合约 在双方看过之后 如果合约内容没有问题 就开始正式盖章签约 签约之后的开发案 就正式完成了 我看看 小秘书 小秘你没事吧 小秘的那些药 是怎么回事 亮亮之前一直说 我要是知道小秘离开我的原因 就一定会谅解小秘的 难道那些药 跟小秘三年前不告而别有关 等合约一签完 小秘就会问我昏倒的原因 那个时候 就是我顺水推舟 把秘密说出来的时候 签约完成 恭喜您张董事长 恭喜您金董事长 好啊 合不愉快 签约已经完成了 小秘就要离开了 我是不是应该把小秘生病的事情 告诉董事长 别让小秘离开 否则这样 对她实在是太不公平了 można стала能得到小秘灵的地方 好 有事 好 入闭 再等一等吧 不要吓着她 我应该没有什么关系的 她现在最不想见的应该是你 又是爱 对爱的不同 妈 对不起 不 不 不 孩子 妈知道 妈知道你受委屈了 妈 我恨你 恨命不如 恨自知软弱 做父母做成这样 真是够了 董事长 别想太多了 也许有一天 友善自己成为父母 自己就明白了 友善 都是一家人 不管爸爸说了什么 他心里是爱你的 又棋又急 是他怕你受伤害 他是心疼你 妈 我知道 但是 不是你的 强求也没有用啊 告诉妈妈 你跟浩天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你为什么对他那么死心塌地啊 为什么 对他那么放心不下呢 难道你们真的是 妈 这不重要 这真的不重要 不 如果是他欺负你了 如果是他先脚踏两只船 那爸爸妈妈一定要替你做主啊 你知道你爸爸生气 是因为他一直认为你硬要进入浩天和珍珍之间的感情 但如果不是这样呢 如果他对你有些承诺呢 妈 这真的都不重要 重点是我爱他 可是你不能爱呀 要是所有感情都可以这么理性的话 世界上哪儿来罗梅欧与朱莉 梁山博与朱云台的故事啊 妈 这是我的爱情 就算你是我的亲生妈妈 你也没办法理解 没办法帮我下决定 你能不能不要劝我 我不劝了 不劝了 妈 友善啊 友善 好了好了 咱们不谈这些了 跟妈妈回家吧 妈妈以后也不会干预你感情的事情了 一切顺其自然 好吗 只要你回家 于婧怎么去了这么久啊 她怎么把这些东西忘了 妈 只要我一天不放弃昊天 爸爸为了杨蓁蓁 她就一定不会接纳我 那就算我回家 也只是平天跟她的冲突而已 妇女之间的感情就算是再浓再厚 这样一味地争吵下去 感情也是会荡然无存的 那又何必呢 如果你真的心疼我 你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 我想另外成立一家公司 我想要有自己的事业 当然 我这样开公司是需要钱的 如果爸爸还认我这个女儿 能不能先请她借我 我可以代理所有幸福地产的代销业务 到时候赚到钱我就还给她 友善 这 杨蓁蓁是外人 爸爸都愿意帮助她 我是爸爸的亲生女儿 难道我在她眼里 连杨蓁蓁都不如吗 友善 你不能这样仇视蓁蓁 其实 你可以试试 把她当成姐妹看待吗 不 不 不可能 她是我的情敌 我们永远都不会成为姐妹 我 有事儿 有事儿 妈 妈 妈你听我说 你没事的话 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你爸还在楼下呢 她是看你不肯见她 所以才没敢上来 可是她对你的关心一点都没有少啊 好吧 你自己再好好想一想 妈妈改天再来看你 妈 妈 有事儿 妈妈每天晚上都会做你最喜欢吃的菜 摆好碗筷等着你 随时等你回来 你知道吗 妈妈 你现在可以 说实话了吧 我不知道 你要我说什么 不过这个合约 已经签下来了 真的很值得高兴 因为它不只是 你的梦想 甚至 也是我们曾经 共同的梦想 你不要转移话题 我没有转移话题 我说的都是真的 以前 我们一直想有一个 自己的作品 以城市为大舞台 以建筑为雕塑 完成一个令人惊艳 但是既实用 又有艺术张力的作品 现在这个蔚蓝双子星 就是这个代表作 以前我们虽然有设计图 但是一直没有一个 响亮的名字 昨天我费了好大劲才想出来 你觉得怎么样 这个名字 因为它刚好是两栋主建筑 双子星又刚好是成双成对 感觉起来不会那么寂寞 未来双子星 但我现在想知道的是 你吃什么药 你为什么会昏倒 你刚刚说过 签完合约就会全部告诉我 你说 到底怎么回事 这不重要 明天 我就要回美国了 怎么签完合约之后 小金就跟颜格进办公室了 到底怎么回事 到底怎么回事 算了 算了 我还是对颜格有点信心吧 他们肯定是有什么公式要谈 我已经答应奶奶 为了不打扰你和天美的交往 明天渡徒典礼以后 继承会议结束 我就坐飞机离开这儿 所以 我得的什么病 还剩多长时间 又或者我吃什么药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什么叫生了什么病 什么叫剩多长时间 你生病了 什么时候的事 那些药那些药是你在吃的 三年前你已经不搞而别 你什么都没有留下 你凭什么说来就来说走就走 你不可以这么自私 你再不说我就问亮亮 好 我说 三年前 我发现我自己得了血癌 我怕你无法承受这个伤心的消息 所以只好自己默默地离开 独自投靠我美国的爸妈 不在摸你的手还有什么 余思 我是她的女朋友 想知道她和她前女友聊什么 这很正常 余公 我是她的秘书 想要知道她们在聊什么 就更正常了 算了 还是对她有点信心好了 这三年来 我经历了骨髓配对 骨髓移植 还经历了无数次的化疗 我一个人 孤独面对了无数个晚上 我害怕闭上眼睛 我害怕我一闭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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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再也争不开 我对这心情数了无数个愿望 但每个愿望都是一样的 我要活下去 请让我活下去 因为我离开的时候 我在书上挂了风铃 我对你承诺的爱 是至死不渝啊 你决定离开我身走 小婧 你 我以为你会等我 我傻傻地以为 只要我回来 给你解释清楚 你就会原谅我的不告而别 姐姐 我以为 你会知道我一个人生病 一个人面对这样的痛苦 是多么地艰辛 多么地难过 可是万万没有想到 你居然有了天霉 我万万没有想到 我现在变成了你感情的第三者 可是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怎么告诉你啊 奶奶以前就不喜欢我 但至少那个时候 我是健康的 可现在 医生说我 我的复发率很低 只有百分之五十 你知道吗 这可能发病的百分之五十 时刻威胁着我的生命啊 姐 你已经有天美了 可是我不知道你生病了 我也不知道你 不知道又怎么样 你现在知道了 你会为了我和天美分手吗 不会对不对 在我确定你爱上天美以后 我就知道 就算我告诉你 也只会为难你 三年前 我就不愿意难为你 三年后 我怎么可能让你为了我 再次这么为难呢 可是我也不能让你受这么大的委屈 你怎么这么傻 在爱情面前 谁不是傻瓜 自从奶奶让我离开 我晚上一直睡不好 小妍 小妍 我知道如果我这次再离开你 我可能一辈子都见不到你了 到这个时候我才发现 你对我真的有多么重要 失去你的痛 比癌症的痛一千倍一万倍 我真的无法承受 不是已经病好了吗 你为什么还要吃药 癌症很复杂 很麻烦的 我之前吃的药 有很多副作用 所以我现在要换其他的药来控制 让我的免疫力能够慢慢地恢复 最近可能是太忙太累了 所以今天早上才会昏倒 你不要皱眉头好不好 我又没有让你负责任 生病是我一个人的事情 而且 会选择一个人去面对病魔 也是我自己的意思 我从来没有怪过你啊 我怎么会误会你这么久 我怎么会误会你这么久 小爷 小爷 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你这样我会很心疼的 好了 我要回去收拾东西 明天就要走 我东西还没有收拾呢 小爷 我祝福你和天梅 祝你们幸福 哎呀 没什么事 有个人 沈小姐 小婧不是故意要抛弃我 难怪林梁叔 等我知道真正的原因之后 必然会体谅的 可是我跟天梅的感情 我该怎么办 你早就知道 孙小婧是因为得了血癌 才离开孝颜的 是的 董事长 但是小婧一直不肯让我说出来 她说她不想因为这样 总经理才接纳她 跟她复合 她说她更不想让她的爱情 是建立在同情上面的 怎么会这样呢 刚好小妍出了工伤 刚好小婧就得了血癌 是不是太巧了 董事长 我是真的亲眼看到小婧在吃药 而且今天总经理也看到 小婧昏倒在药瓶和合同的旁边 这还会有假吗 小婧真的很可怜 就这样 还要每天看着总经理 和天梅在她面前谈恋爱 打情骂俏 有时候我真的很生她的气 早说出来不就得了 反正 现在小妍和天梅 已经是事实了 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了 只能说她们没有缘分罢了 亮亮 这件事 你不许对任何人提起 特别是对小妍知道了吗 出事了 言歌和小婧 刚刚到底谈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小婧离开之前 用那种奇怪的眼神看着我 为什么言歌 一直把自己灌在屋子里呢 怎么 天梅 还没下班啊 奶奶 怎么了 因为 颜格和小金 一直在办公室里面谈事情 然后 一直待在里面 到现在还没有出来 小金跟颜格谈 难道是小颜知道了 孙小金生病的事情 我的担心 会不会 奶奶 天美啊 你是不是担心 小颜和孙小金 在一起时间待得太长了 怕他们旧情复发呀 没有 奶奶 你放心 颜格她对我很好 小金跟她之间 不过就是公事上的来往 没事的啦 那就好 我可提醒你啊 感情可不是礼物 你不能有 让来让去的傻念头 幸福是你自己的 别说让 就是别人来抢 你也得极力地去争取 明白吗 嗯 你担心颜格 就进去找她呀 怎么 跟男朋友谈话 还要提前预约呀 去 找她去 嗯 你出来了 陪我走去 你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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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battle 你出来了 她的 你出来了 很多人設有 原来你想跟我约会啊 干嘛考虑 笨蛋 倒着怎么会被笨到 你终于开口说话了 有你在我当然什么都不怕了 要是我不在你该怎么办 不会啊 你一直都会在我身边 因为我不能没有你 而且我的心已经给你了 好 你先来 颜蛾 你抱我很紧 我 我快 我快快喘不过气来了 你今天看起来 怎么一直怪怪的 是不是发生什么事情了 小婧生病了 生病 小婧怎么会生病啊 所以你刚去找她 就是跟她说这个事情吗 好 现在就去看她 小婧生病了 三年前她得了血癌 她为了怕拖累我 怕我难过 所以她选择了离开 三年后她也回来了 她知道我们俩是一对 又再次选择了离开 她在生死攸关的时候 还在替我着想 可我却误会她背叛 甚至在她恢复健康 回来找我之后 我还不断地指责她 你别这样啊 小婧很可怜 你就不可怜吗 一直以来 你以为她的不告而别 是因为她嫌弃你 是因为你受伤 是因为你的事业 还发生了危机 这三年来 你自己都不好过 我不应该让她 独自面对死亡 不应该让她 承受过渡 可是都已经过去了 你现在再后悔 你来不及挽回什么 更何况是孙小婧 她自己没有告诉你 你又能怎么样 你现在在这里 一味地指责自己 又能改变什么呢 我不能原谅自己 我不能原谅自己 不在她身边 她还有百分之五十的复发几率 所以我认为我们之间 不能原来又怎么样 难道要我们分手吗 让你回到孙小婧身边 再去照顾她补偿她吗 不是的 我没有想要和你分手 虽然孙小婧很可怜 虽然她 随时都有可能复发 虽然她 随时都有可能复发 虽然她真的很需要照顾 可是我 可是我不能没有你 我连走路都不会 我不能没有你 没有你我怎么办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我真的不能没有你 分开也不一定分手 哭泣也不一定泪流 爱情也不一定有 爱是什么梦才够 分开也不一定分手 享受也不一定拥有 好 那我问你 我们是不是到此为止了 你想要的所有 分开也不一定 是你 你不要跟我开这种玩笑 一点都不好笑 我不听 我从来都没有听到 我什么都没有听到 我不要听 不要听 天梅 你不要喊我 你快点把我爱你 我不能没有你 这些话再说一遍 快点快点 天梅 对不起 不是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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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错了不是对不起 根本就不是对不起 我对小心有责任 我真的不能不管她 我觉得我应该要 对不起 你对小姐有愧疾 那我呢 我的心也会很痛啊 我叫你不要说对不起 你听不懂啊 我刚才已经打过你 你不欠我 你不欠我 你什么都不欠我了 我 我们结束了 走啊 天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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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